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昨天跟您提到 中共中央政法委宣布 从明天开始要进行 全国的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工作 用了一个非常高昂的名词 叫刮骨疗毒 积酌阳青 驻魂阳威的方式 那么要从下而上 一级一级 逐级在全国政法系统铺开 议定在2022年的一季度前 完成议定任务 好 这个又是一番的 这个政治新的政治任务 因为我们知道 政法委是包关 现在包括法院 检察院 公安 国安 还有司法行政机关 跟监狱 政法的这个干部警员 那他们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那现在要有一个 为期三年的一个专案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扫除了 叫做除恶的一个专项斗争 那把这一批刀把子 要好好清洗一番 这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 政治上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不免会敏感的联想到 因为2022年的 这个是中共的20大召开 也是习近平这个第二任的任期结束 那么正式的要根据2018年的修宪 这个所谓的任期不受限制 这样的一个情况要继续寻求 他的任期 那么在这个之前 当然要确保政治的安定 政治的稳定 特别是要确保 这个整个所谓的政法委系统的 绝对效忠 所以我想这一波的清理 很难不让人去想到说 那么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名词以外 那么非常有可能是找眼于就是为了 整个20大之前的政治安全 那么整个是为20大习近平的这个续任 来开始做一个扎根的一个工作 这个已经让人家嗅到这样一个气氛的 好 那么另外今天是7月10号 今天是新加坡的大选 那新加坡大选台湾媒体的关注度不是太高 不过呢 这一次的大选还是有一些可看性 所以今天呢 在利用这个时间跟各位来稍微解读一下 那当然大选结果要等到明头 可能等到这个周末之后才知道 那么我们知道新加坡现在 其实他的疫情还是持续的 新加坡的确诊人数 是整个东南亚之冠 小小新加坡七百多万人 不到五百多万人 对不起五百多万人 那么结果他的确诊人数 确有四万多人 那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那有人问到说 那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选举 那本来按照新加坡的相关的法令规定 新加坡政府是必须在2021年的2月之前 选举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来选举 这个说起来都是有政治盘算的 据说本来三月份的时候 就有这个考虑说要选举 因为三月底的时候李显龙就有提到说 说因为疫情退散日期很难预料 那么政府需要在短期间内取得强大的民意来专心应对 所以当时就有考虑要改选 但是结果据说联合早报举行网上民调 有近期程受访者不同意说在疫情当下来举行大选 所以后来就没有进行了 好那刚讲到说 本来这是明年二月以前选举就可以 为什么急着现在来选 那么这个里头我想有一些分析 我觉得讲的是挺有道理的 这个分析里头就讲到说 说这个第一个 因为新加坡它的现在防疫失守跟经济危机 这两个部分当然是一个现在要去克服的一个挑战 那可是正是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基本已经控制 这个时候刚好国家有难 所以人民的心态上会比较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强过求新改变 也就是说比较会愿意团结在现有政府的领导之下 那这是新加坡政府决定要再提前改选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有人说那现在问题是经济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怀疑就是说 那这个经济 因为新加坡第一季 GDP是这个负的成长 那估计今年可能会到 可能会到四到六%的一个负成长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这经济这么坏的情况底下 那新加坡政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说还是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 其实这是比较出来的 因为新加坡经济危机 他现在疫情当下 那么经济数据看起来并不好 因为他很多经济活动都暂停了 可是恰恰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目前的经济的数据其实没有那么难看 反而是接下来会更难看 我的意思说比如说讲七月十号的选举 他现在第二季的GDP还没出来 那么可能选举完之后下个礼拜第二季的GDP数字才会出来 那么非常难看 而且很可能到第三季还会更糟糕的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就让他觉得选举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个就是说 现在还在新冠疫情管制期间 那么竞选活动只能透过电视跟网络来进行 那么反对阵营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 竞选的时候利用群众大会的造势 发表慷慨激扬的演说 来挑起选民的激情 那么现在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不见了 换个角度来看 等于是说是反对党的优势就不见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利用这个时间点来竞选 当然这一次的选举 以前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家也认为结果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改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是会占到国会的稳定的多数 那但是这一次有个特点是因为李显龙的弟弟李显阳 这个是李光耀的另外一个儿子 那么他跟李显龙闹翻了 所以他出来加入到新加坡的这个反对党里头 虽然这一次他没有参选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让新加坡反对党 这一次倒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 跟再加上新加坡原来的最大反对党工人党 他们曾经在2011年那一次的大选 大获的涨获 拿到增加了七席 而且整个得票就达到40% 这是相当可观的 历来新加坡在野党大概都有30%到40%的得票率 那么但是因为他新加坡特殊的选举制 那么他是用这种赢者全拿 就是领先的这一方赢者全拿 而在野党虽然可以拿到40%最高的得票率 也就是说人民行动也不过50%左右 50几 但在野党分散 所以赢者全拿国会席制就因此有所差别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要邀请袁振生教授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的节目现场是我们老朋友袁振生教授 袁老师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连续几天都谈了香港的情势 那今天我们要请袁老师给我们把精神稍微换一下 我们回到美国 而且不是谈中美之间的问题 来谈一谈美国的总统大选 上一回前白宫国家安全公文 John Bolton 波顿的那个书爆料 大家也热闹了一阵子 但谈的比较多是跟国际的问题了 现在最近听说 川普又有一本新书爆料出来了 我之前才知道说川普有个称号 他是一个读的书 少于他要求限制他出版的书的总统 你知道就是不准这个书 不是只有John Bolton 或者是他的侄女 之前他也有 对很多 包括白宫的幕僚 很多 对很多 对 好 那这一次他的侄女 这个人的爆料 有什么内容 那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本书 他在这个时间点出来 他最大的反思 首先我介绍了Mary Trump 他是他大哥Freddy的女儿 所以是他侄女 所以他侄女 那这个大哥大概大川普 大概七八岁左右 那本来是家庭 等于是长子嘛 就是最寄予厚望的 老川普的长子 但是后来呢 因为就是说他有这个酗酒的问题 那就是做一个pilot 但是没有继承到家里头的 这个产业 那等于老川普 就川普的爸爸 后来就转到川普 但川普事实上从小 我们也读到他的故事嘛 说被送到军校 非常调皮 不受教的一个 但是后来大概有些小聪明 那在这本书里头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说 说不定他的SAT 还是找人代考的 所以混进了这个U-PAN 那等于是慢慢看起来 他老爸就觉得说 这个比他的哥哥 要可以传承他的这个大的产业 所以他爸爸欣赏川普 这种这叫什么 这种找人代考 他爸爸做生意 根本不要求你道德 他爸爸 因为他爸爸做生意 其实就是一个 等于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看他当初跟川普 两个人都被告什么 他们当时搞房地产的时候 歧视不让少数属群注入 他们的房地产也被告过 然后他爸爸对犹太人非常反感 所以等于是川普受到他爸爸 很大的影响 就是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 所以等于他没有得到太多母爱 那大部分都是爸爸在 可是爸爸又管教的很严 要求很高 你只要看他送到军校就知道 所以等于川普是 对他爸爸是又敬爱又畏惧了 所以川普的这个性格上面 就受到他爸爸很大的影响 那但是呢 他们就觉得这个大哥可能没有用 因为酗酒 对大哥不是那么尊重 所以他这个子女 都小时候都看在眼里 那所以这一次写这本书 最主要原因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Never enough 就是说 Too much 就是一直要 他的书名叫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就是要不然就永远要 就是这个他们家这个也是川普的这个贪婪 那然后讲说 我们家怎么样这个创造出一个 对美国的一个这个这么大的危险 最危险的男人 那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写 他说最主要原因还是和coronavirus有关 因为他觉得说 川普本来就是一个 在性格上面有很多问题的人 可是Mary Trump 他这个子女 虽然不仅是他的子女 同时还是一个psychologist 是一个心理 是一个心理 临床的心理智商师 所以他从这个心理的智商的角度来看 川普的问题 那认为他就是一个反社会景象 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认为在处理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 他根本不在意 因为按照反社会景象的人 最重要的第一个特征 大概就是完全没有同理心 所以你看川普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没有同理心 所以他很担心美国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才会把这本书写出来 这个书出来 第一个影响是川普的选情 因为毕竟你被自己家里的人来揭发 可是白宫也可以说 那他胡说八道啊 等等就把他一推265啊 但是就两个嘛 一个就是说他的观察 很多的从小就是有观察到 在家族里头 一起成长 一起看过 所以他是最近身的观察 你不能说来否认他 就像波顿 敬身观察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一样 这是第一个 绝对不是二手 他过去有透露过资料 给这个纽约时报啊什么 让他们来报道 那所以这些东西都还是不是 他个人出来说明 那这次是他亲身说明 我觉得这个是有说服力的第一个 第二个 他完全是用心理学来分析 就是用我的专长 来分析他的人格特质 然后就认为说 今天川普当然不仅是一个自念狂 但是反社会倾向很严重 那这种反社会倾向的状况 事实上会对美国是带来很大的灾难的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他等于是要告诉美国公众说 他是一个不适任的总统 对他 他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 是非常武断的 然后没办法认输 然后不断要赢 然后万一碰到太困难的时候 就两个手一摊就不做了 就像现在碰到coronavirus 那我们最近听到的 有关coronavirus的传言是什么 是川普的白宫 现在就说 干脆让美国人习惯就好了 那就是佛系 不就佛系 而且就是说 让美国人习惯说 就有这么多人死了 就有这么多人 所以我看到白宫 现在要大家 经济不要封闭 但怎么可能呢 你看现在 我们看白宫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本来今年共和党党代表大会 要在这个北卡举行 但北卡的州长说 你们要维持社交距离 所以他会有一些这个控制 我们去想一想 美国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如果不是集集的 大家每个人戴那个帽子 在那边放气球 就不像这个大会 戴口罩 然后还社交距离 那是什么 所以他说他哪有必要 那他说 好我们把它换到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州 都知道是共和党 可以支持 可是现在佛罗里达州 很严重 对啊 每天都超过一万人 不过他们现在讲 白宫讲的一个理由 是说 现在人数增加 是因为检测的比例 增高很多 第二个是死亡率大幅降低 是有降 确实 所以增加很多是年轻人 但是就是说你死亡率降低 包括佛奇也讲了 不要被这个骗了 对不对 今天因为是年轻人多了 所以你死亡率现在降低 大概不到我们讲5%了 大概4%多 可是还是有相当的人 我看到一个统计 说大概20几岁以下的 这个感染之后 致死率只有0.1% 但是还是有人死 但是他最大的危险 不是他本身 是他可能传给年纪非常大的人 他会带给年纪更大 如果看最近 包括在海滩 包括在巴尔 这些 第一个没有社交距离 第二个没有人戴口罩 那我就觉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共和党希望 这个就是像川普总统 希望说 有一天这个virus 就是suddenly go away 我觉得大概不容易了 这个包括这个佛罗里达 跟德州 还有California 然后Arizona的例子 就是现在是已经到了南部 那到南部 我们过去想到说 美国南部夏天很热 对啊 这个virus完全不怕热 不怕 而且现在可怕的是说 秋冬还要再来 对秋冬可能更厉害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夏天都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白公说希望大家习惯他 也搞不好一些美国人就对啊 那就习惯他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政府对策 没有对策 疫苗嘛 他现在就靠想要 他现在就是到处去挖疫苗 对啊 寄往疫苗嘛 对啊 但是问题是 你即使找到疫苗 可能也不会这么快 在选举之前 其实我觉得疫情的部分 川普应对失败 这个是已经很明显的 因为他也是太自大了 所以我前两天有个文章说 这是美国的新鸭片战争 因为就是你 你都以为你的所有优势 事实上你所有的优势 都是你的弱点 对 最标准的 好 但是呢 如果他疫情 就是这样子的下去 所以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重点是经济 不要被脱离的太厉害 所以他要的是经济 然后其他就等疫苗嘛 但是这个 他的这个家族的人的爆料 打的是他的一个 试任性的问题 是他的正常与否 是他的这种道德啊 什么等等这些情况 那这一些对他的选情影响会很大吗 我觉得会有 就是说你今天 你可以说 当初啊 他可能跟这个 他爸爸过世之后 他爷爷过世之后 他们争取到财产不够多 或者怎么样 他们他当时是 完全是他这个 Mary Trump 等于是川普的子女 跟他指指两个人 去告他 才拿到一些 然后在这个当中啊 他们还有一个小弟 有天生的疾病 川普竟然在这段时间 不是 把他们的医疗保险给停了 哇 这太冷血了 非常冷血 所以说对他来讲 就是川普 譬如说 不重要的人 他连都不太清楚 譬如他的这个二媳妇啊 他就认为说 哎呦 他在 我都不知道他 我都不太认识他 就是他心目中就是 完全 就是非常的势利眼 非常势利眼 然后非常 没有那种 很真正 很圆滑的那种社交啊 那他讲 他这个社交的问题 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自我中心 然后甚至你看 这个子女啊 对 他还会去 就是说用那种 比较那个 轻浮的字眼 说他身材好 对对对 这个我就 这个就很不恰当 是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这个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今天请 严正生教授 跟我们分析啊 这个川普啊 又有人爆料了 新书爆料 那这个爆料 当然对他 可能会造成 很大的一个伤害 就在于说 他的试任性的问题啊 但是其实啊 现在 共和党内啊 早就有反川普的 组织出来 对不对 对 那甚至说 他并不是 百分之百 在共和党里头 都得到那么大的支持 我看到说 有一个叫做 就好几个组织 都出来了 包括我看到 有一个叫很好玩 叫做 43 alumni for 拜登 就是43任的 他们这些人 好像是以前老布希 是不是 小布希时代的 小布希时代 总统 41 43 43是小布希 43是小布希 41是老布希 他们有个叫做 43 拜登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有一个团体啊 那么叫林肯 林肯计划 Lincoln Project 那这个居然是由 白宫的资深顾问 也是川普提下的红人啊 这个康威啊 康威的丈夫啊 叫George Conway 出来领衔了 而且听说要目 到现在已经目了 200万美元 在选战 他要在关键州打广告 专攻川普任务各项政策 来帮川 帮拜登啊 哇 这不是反的吗 不 但是因为 我一直在强调啊 拜登比较容易被支持 因为他算是温和派 是 然后他不会 撼动这个美国的 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嘛 不像 这个桑德斯啊 如果桑德斯的话 太左了 太左了 他们是不会去支持的 那拜登 而且过去 在做参议员期间 一直被认为是一个 可以跨党派协调的人 所以有这个优势 他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风格 还有个人的这个 我们说意识形态来讲 是 是共和党觉得说 我们还可以接受 这样的民主党 所以他们愿意支持 是 就好像当年你 很多人在讨厌柯林顿 柯林顿是温和派的 对 就是还减税过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大概共和党都能够支持 他们最不能够支持 就是非常左翼的 像譬如说 当年我们这样讲 麦高文 这种非常左的 或者孟戴尔 他那个上来 在竞选中 是就说要加税了 那我觉得这些 都是共和党要避免的 但是看起来 他们觉得说 这个拜登 特别他在国防外交上面 也有些经验 所以这个是 他们愿意支持他的原因 可是会不会也是因为 看到川普 现在情势不好 但川普本来就很争议了 但是因为现在情势不好 所以也鼓励共和党的人 起来窝里反了 这会不会有点 树倒火顺散的味道 我觉得不完全是 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官员 不是民意代表 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民意代表倒戈 对 那官员的话 就是说他 有从他们从政的经验来看 就认为说 川普这个 现在的状况 非常的糟糕 那他们希望能够 就是不要再看到 川普继续执政 然后把共和党带到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难以复返的一个地步 那如果今天 保住了其他的参众议院 的一些席次 特别是参议院 如果还能够保住的话 我觉得对这个做一个切割 然后跟川普做切割 这个对共和党未来 还有一线希望 这会让我想到 当年国民党的换柱啊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为了 保住立法委员的席次啊 所以总统候选人要换 但他们没有 就不可能换嘛 不可能换 不可能换 但是就是说 就是至少这些官员出来 就希望能够做一些切割 那希望这个共和党 不要变成真正教授 就是川普党 就是川普党 而是说能够恢复到 共和党应有的一些 这个价值嘛 对我看到很 因为包括 就是说 除了刚讲到的是前官员 然后又讲到是特殊的政治团体 康威的老公 之外 另外有很多是被川普用过 然后最后跟大家这个闹翻的 对对 这个名单很长 蛮长的 而且很多军方的 对军方的 马蒂斯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因为一开头的时候 就是还认为说这些 愿意说给国 因为川普还蛮重视国防嘛 所以他们觉得说 那我来参与 川普好像很尊重军人 所以他们就愿意进去看一看 结果后来发现这几个军人 包括McMaster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 对对 包括这个Kelly Kelly 那他这个 他先是做国土安全部长 后来做幕僚长 是 到最后都觉得说 这个人完全对 国防外交那些细节 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 那你怎么跟他讲呢 是 所以最后做到最后 大概都做不下去了 所以都离开了 那离开以后 大家都大概就知道 今天川普就是一个 没办法在政策上面 能够有说服力 愿意去研究 像欧巴马 像克林顿 是 这些是 很花很多时间 对 那至少另外一个呢 像小布希 大家觉得他没有这么认真 对 但是 有潜力在 他听潜力的 是 那潜力在外交政策上面 是蛮 蛮 蛮 蛮有主导权 而且 前你有很长的经验嘛 做过国防部长 对 当国务卿 然后做过这个 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等等 所以是蛮有经验 那今天你如果看 川普就是完全是凭个人的这个直觉 所以包括他的这个这本书里头透露说 他的姐姐都认为说 哇 你请你今天 如果去跟那个金正恩谈判的时候 不要带推特去 不要再乱发推特 他们都觉得说 他的这本书透露说什么 川普的姐姐是一个法官 那他这个法官的姐姐说 川普是一个clown 是一个小丑 这个这些都露出来 所以说 如果就是从家族啊 这种近身的观察 大概我觉得是最真实的嘛 就好像 譬如说 我们今天在台湾 有些人会把这个李显龙非常的神话 可是他这个弟弟出来 还是哥哥出来 对啊 对啊 就是刚好 你讲到这个 今天刚好新加坡大选 新加坡大选 今年新加坡大选 结果不会改变 但最大的差别是李显龙 李家 新加坡的这个建国之家 闹内讧 对啊 他的弟弟啊 加入到在野党去了 那这个就是有一些说服力 就是说 他至少我是近身观察 你们不要把他这个神格化了 造神了 那我觉得今天川普的这些粉丝 过去天天造神 那今年已经慢慢在破灭当中 这个神化 那现在看起来确实 就是他 这个Mary Trump所讲的川普 讲的川普就是 他没办法面临这么大的 那么多的挑战同时 所以他是一个没有计划 只能说他不堪重任 不堪重任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虽然大家可以说 这个你这个可能就是为了 替你爸爸报仇等等 但是他以一个心理学的 专业的背景来谈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些说服力 我觉得还是有些说服力